話說昨天說到 如四當晚在人家家裡 聽到大肚子和寶母睡覺的聲音 想著這個時候 在衣櫃裡面走出去 就一定沒事了 正想擁門而出 誰知就在這個時候 聽到一聲 響聲就很小 究竟是不是大肚子 還是黃嫂醒了呢 老實說 沒有可能的 以如四的經驗 一定是有賊 又想進來了 原來今天下午 黃嫂煮飯的時候 發現窗子沒有關緊 怕著有賊進 就連忙關緊的窗 當時如四 全部看到了 這個時候 聽到窗外邊的賊 推了幾下 看樣子推不動 就即時跳上屋頂揭雅坑 好 這個賊都算厲害 那些手腳輕得好出奇 如四 鼠起耳 好認真聽 才聽到些少 但屋裡睡覺的兩個人 就肯定一點都沒有發覺 過了不久 在屋頂上 從旁邊跳了個黑影下來 嘩 這個黑影 落地沒有聲 好像一片落葉 飄到一塊地 如四就心想 嘩 這位前輩厲害 輕功真厲害 自從活尼貓被人打靶之後 未曾聽到天津衛還有這麼厲害的飛賊 那這位前輩究竟是哪一位呢 他忍著呼吸 張開眼睛 在櫃欄裡向外邊望 但很可惜 這個時候屋裡烏燈黑火 只能看到大概的輪廓 黑媽媽 很高大的 縮頭縮頸 兩隻手就很長 其他東西看不真 那見到這個大黑影 輕手輕腳走到床邊 看著睡到淋了的大妻婆 如四當時就以為 這個人賊 肯定打算來彩花 正好這個時候 那些月光從雲層當中射進來 由屋頂天窗的洞 射一條光線進來 他即時看到屋裡 就站著一個人 身上穿得非常密實 頭上還包有頭巾 然後等了一陣 看他轉身 哎呀 那個臉好像雷公似的 再看真點 哪是人臉來的 是個猴子臉來的 木露邪光 即時把如四嚇到臉都青了 他又怕要出聲 拼命掩住自己的嘴 硬把那一聲不停吞到肚 在這個時候 他見到這個全身長毛的老猴子 打扮到這個婦人 行跡鬼耳 三更夜半從屋頂潛入民宅 接著他 解開一條褲子 扭一聲 什麼事啊 扭一聲 放出一股綠煙 一個綠色的屁 那如四呢 三櫃裏面 扭一扭都扭不切 嘩 簡直臭到冤 攻到他眼前發黑 後來過了一陣 鼎鼎神 嗯 躺在屋裏面 兩個人 肯定被到綠屁 攻到暈了 這個時候 估計劈雷都不會醒啊 放完綠屁之後呢 這隻老猴子 不慌不忘 穿好褲子 鬼鬼祟祟走到床前 伸出無神神的爪 在大妻子兩腿之間 挖來挖去 喂喂 他挖什麼呢 如四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他打死也想不到 這個老猴子 究竟是想怎樣 在那裏可以挖出什麼呢 喂 其實什麼都挖不到的 這個時候 他就看到這隻老猴子 和大妻子兩腿之間 挖一下挖一下 居然挖出一個 血淋淋的胎出來 八九個月的新人 胎已經成人形了 挖出來的時候 那兩隻腳還在爬爬爬爬爬的 這隻老猴子捧起胎 放在嘴邊又嗨又嗟 好像只有一件寶貝一樣 跟著寬天起地玩了一輪 然後呢 就抹大嘴 它嘩的声音好像别人吃鸡心屎那些声音 一直唾好 过了一会儿 那个胎儿皮肤肉干 却很不好 她又将死胎儿保住 上房掖押顶 借着夜息而去 到了这时候 房子里面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黃嫂依然是昏睡不醒 但那大妻子在不知不覺當中 已經成為了死屍了 目睹這麽恐怖的場景 如是嚇到尿都飆了 否則她偷東西偷不醒 躲在衣櫃裏出不去 還要有月光照進來看得真 我相信沒有人會猜到 這個大妻子是怎樣死的 那隻老猴子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她本來想報官的 但這麽邪門的事 估計報官也沒人相信 況且她入人家家裡想偷東西 這次搞出人命 如果她在報案還不捉住她頂嘴 不行不行 犯上人命官司 少不免會叫她小樓莊發牆吃黑棗 米仔 在這麽時候 如是再不敢逗留了 輕手輕腳連忙撩出去 一路小跑 終於跑到回家 這樣才回過神禮 到第二天 見到大雞主 兩個人當面分了昨天的錢 如是將昨晚深夜所見的東西 告訴了大雞主 但是大雞主又跟她說 她也見過那隻老猴子 那她當時是怎樣見的呢 原來 早一段時間 她在盧市那裏 看到一個人便氣法 嘩 這個人的本領厲害了 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庭廣眾之間 使出萬人變鬼的邪術 嘩 什麼叫萬人變鬼 我一會兒告訴你 話說九河下山 是水綠碼頭來的 自古以來這裏 雙架雲雜 五方雜嘴 跑江湖賣藝 耍把氣的人 多如牛武 所以當地的老百姓 可以說見多識廣 有什麼奇怪事未見過 就用這個萬人變鬼的氣法來講 通常 就是黑天半夜 沒有月光的時候才變的 圍觀看熱鬧的人 就站在一圈 變氣法的人 就站在中間 先交代一番 口水花噴噴 譬如說什麼 在家靠父母 出門靠朋友 初來貴保地 要在列位面前獻過醜 有錢的捧過錢牆 沒有錢的站腳豬位 容我小一個祖傳的把氣 然後點起蠟燭 在牆中四周圍下一個圈 所有人的臉 就會被蠟燭光照到青啤啤啤的了 所以一時之間 整個場面是鬼氣陰森 什麼叫做萬人變鬼 以前的人叫做變氣法 也叫做障眼法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雖然明知是假 但不可以被人看出是假 如果不是 誰給你錢 但天津當地人 這些環議 他們看得多 小孩子都知道 這個氣法 是那支蠟燭裏面有景觀 它是使用特製的蠟燭 點上太鬼火 不要照人面 照個磚頭都是青啤啤的 但是聽人說 萬人變鬼這個氣法 已經失傳了好幾百年了 如今跑江湖賣藝變的 根本就不是古法 因為古法都沒有人見過 大雞主就說 早前在奴市上 遇到一個人變氣法 奴市是比南蛙還要軟的一片空地 話說每個月的初九 當地就有交易雷馬生口的雜市 在這裡集聚 他上次偷了頭雷 就拉到雷市上 想著賣的 賣雷之後賺了些錢 看到有人變氣法 想著看熱鬧 趁機看到人家的破綻 敲人家幾個錢 誰知道這位變氣法的人 的手段確實太高明 日光日白 圍著一大堆人來看 他都可以把那些人的影子 全部變成沒有了 而且沒有人看得出他是怎麼變的 所以大雞主要怎麼挑骨頭 後來有深水清的人說 大雞主 這個才是失傳多年的古術 萬人變鬼 Nine 將靠近二大明治 econ 好 為什麼萬人變鬼 他在說大雞主 無故 便會說 雜lar 那後來,他在什麼情況下看到這隻老猴呢?